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胜功能又变得开始恶化了 我就问旁边照顾的家人说 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饮食有什么改变吗 那家属认真想一下说 夏天到了 夏天到了不就是要结暑吗 我皮胃管灌点西瓜汁给他吃 怎么了吗 我说 拜托 不要再灌西瓜汁了 为什么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下 夏季的蔬果养生 夏季养生其实重要是要养心 养心的食材分成两种 一种是清新火的 一种是顾护心气 顾心脏的 那夏季台湾很湿热 又有湿血 所以就特别容易拉肚子 或是肠胃到开始不舒服 所以我们要吃一点 健脾去湿的食品 可是如果别的国家 夏季养生的方法 可能就不太一样 像最近刚好有一个志工 刚从澳洲回来 他去澳洲看他的儿子女的 看完 他说 奇怪 怎么回到台湾就开始水土不服 我说 澳洲很好 怎么一下飞机 机场上吃一餐 回家就开始拉肚子 不舒服 怎么会这样 我说 因为台湾的天气比较湿 那你其实在国外 如果习惯一些 比较干燥的环境之后 你回到台湾 这湿气过重 你没有调整过来 当然会有一些湿血的 这样的症状 像拉肚子就是 那台湾人如果湿气这么重的话 我们要多吃一点 健脾去湿的食物 芒果其实就是一个夏季 很常见 而且也是养生的食品 那其实健脾去湿的食材 我们根据颜色来看就知道了 颜色如果通常属于黄色的 它是对应到皮土 通常都可以健脾 所以像芒果 其实就可以治疗一些 肠胃道的疾病 比如说胃炎 消化不良等等的 那芒果它其实又香香甜甜的 所以小朋友很爱吃 夏天大家就觉得食欲不好 吃点芒果 其实又顾胃 然后又开胃 像我们家以前 我们家以前住在乡下 然后我们家种了两棵很大的芒果树 那吃完就觉得胃口大开 而且又腻尿 又生津 而且它纤维很多 所以排便也很顺畅 那因为它甜 它含糖量很高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就不太适合多吃 那当然有一些皮肤炎的患者也是要避免 因为它比较燥热 所以这些皮肤炎的病人 像湿疹 肝癌 这样的病人 吃了芒果可能就会整个痒起来 这些人就要少吃点 还有是西瓜 西瓜它是红色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养心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像黄色的西瓜 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解暑 那不管是哪一种颜色的 其实我们都认为它是天然白虎汤 它其实就是可以退火 所以有一些血压比较高 那整个脸红通通的 或是有一些经常泌尿道感染的 我就会请他们回去吃西瓜 或是去喝西瓜汁 为什么 因为西瓜会泌尿 它就可以降压 而且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去除这些泌尿道感染 这些湿热的状况 但是有一些人要特别注意一下 像是因为西瓜很甜 所以你甜的话 这是助长湿热 那这些像皮肤病的病人 如果是以湿为主的就不太适合吃 或者是你常常本来就容易拉肚子的 那你这样吃西瓜 吃完之后第一它太过寒凉 第二它很甜 如果你会消化不良呢 你觉得吃完西瓜之后就常常容易脏气 然后就拉肚子 那你就不太适合吃太多 那还有我开场不是有提到一个肾脏炎的病人吗 我为什么叫他不要补充西瓜汁 因为西瓜的甲离子含量太高了 虽然它泌尿可以泌水消肿 可是对于那个病人 我那个病人真的是肾功能已经在衰竭了 所以他本身排甲的能力不好 所以只要是医生说高血甲的 洗肾的病人 你这个西瓜汁就真的不能喝太多 那不然的话你甲离子过高 心脏真的也会出问题 那怎么吃呢 有时候我跟病人说 你如果真的觉得说 你夏季想要解暑 想要吃西瓜 可是又怕太甜 那你就吃一下西瓜白白的那一层 那个叫做西瓜脆衣 其实那是一种中药 我们中药有一个常用的方剂 叫青薯益气汤 它里面的成分就是有西瓜脆衣 有解暑的功效 那你如果是有些慢性病 像是糖尿病或是肾脏病 不太适合吃太甜 但是你又想要解暑 又想要利尿 享受西瓜的好处 那你就吃西瓜脆衣就好了 再来就是荔枝 荔枝你看它红通通的 皮是红的 那中医五行来说 红色是火 入心 所以就可以补养心气 那补养心血 那哪些人很适合呢 就是很多容易手脚冰冷的 那心气不足的 很容易心气的 头晕的这样子的人 就适合吃荔枝 而且它是温性的 所以手脚冰凉怕冷的人呢 又比较适合吃 尤其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真的比较虚弱 大病一场 那比如说你刚感冒完 然后觉得身体好虚弱 你怎么手脚冰冷夏天到了 我手脚还冰冷 可以多吃荔枝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补气 又可以补充精力 那有时候大太阳底下 我们流了很多汗 水分一流失 元气大伤 觉得说头好晕 然后觉得手脚冰冷 整个人好像气被抽走了 这时候又要补气 又要补精 又补充水分 荔枝就刚刚好 然后加上荔枝 它入心 所以它可以养心安神 治疗这些 脑疲劳症候群的人 什么是脑疲劳症候群的人呢 就是从早到晚忙到晚 上班族 想东想西 白天已经很累了 忙很多事情了 到晚上竟然还睡不着 这种脑疲劳型的症候群 那就可以用荔枝 或者是有些人 他心气不足 就容易健忘 望东望西 可以多吃荔枝 去改善养我们的心 但是有一些人不适合 像是皮肤过敏的人 因为荔枝 它其实是一个过敏源 像我有一些肝腺的病人 治疗好了 冬天就不见了 因为它就是不痒了 夏天又突然间出现了 每年夏天就又看它一次 为什么 因为它就很爱吃 这些夏季的芒果 荔枝 属于热性的东西 那有时候他们觉得很无辜 他说你看它小小颗 好可爱 那我家人都吃一串 我吃个两颗而已 没有两颗 其实就会让你痒了 因为它的过敏源 对于这些肝血 这些皮肤病 属于热性疾病的人来说 其实就是很强大的过敏源 荔枝真的蛮温的 甚至有点偏热 甚至有些牙周病的病人 吃完之后牙周炎又发作了 所以如果你有肝血 或是你有一些火性的疾病 那就真的要少吃它 荔枝盒虽然说 我们很少吃荔枝盒 但是我得提一下它 因为你吃完荔枝 荔枝盒其实不用丢掉 因为它是重要的一种 它很特别 它可以治疗 吃太多含量东西 导致了一些疼痛 像很多小朋友 就吃了很多西瓜 然后吃完之后肚子好痛 爸爸妈妈很着急 赶快倒过来找我 一整脉就 脾胃有个寒气 我小朋友说 你昨天吃什么 吃冰 他说没有 妈妈旁边说 他很爱吃西瓜 昨天一个人 一个小朋友 吃了半颗西瓜 所以晚上整个肚子痛起来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荔枝盒 去解它 可以解下西瓜的寒性 不过我想应该是 没有人会这样做 因为真的不好喝 像我一些癌症的病人 他的肿瘤是在属西部的 荔枝盒 它就是刚好可以治疗 这些腹骨沟的疾病 然后我就开荔枝盒给它吃 结果病人回来跟我說 有效 我那个属西部的肿瘤 好像真的是 比较不会那么痛 但是你不要再开了 因为超难喝的 所以说 其实我们西瓜 不要吃那么多 其实就不会有这种 含粮的后果 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 你下次想要吃 一次吃个一片两片就好 不要一次吃半颗 这样子阿姨下次要开荔枝盒给你吃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 听说早上吃水果比较好吗 其实我不太建议 台湾人早上一早起来就吃水果 因为台湾人大部分都过敏 过敏是怎么样呢 晚上都在鼻涕倒流 晚上又吞了一堆鼻涕在胃里面 胃其实都脏脏的 肠胃道其实都还没有启动 所以一下子的话 台湾水果很好吃 很甜耶 可是你肠胃到 晚上积了一堆鼻涕 然后早上起来闷闷脏脏 吃那么甜的东西 它可能一下子消化不了 所以早上不要一起床 就吃那么浓度那么高的东西 可是晚上好像也不太适合吃 因为晚上要睡觉了 吃那么多甜的 其实不好消化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中午的时候 很热啊 你就刚好吃一点芒果 西瓜 多汁 生津 刚刚好 午餐饭后吃 那但是很多的上班族 其实午餐都外食 所以你要叫他真的是 午餐在那边消水果 也不太可能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说 你就不要太早吃 也不要太晚吃 这样子就好了 那如果你晚上装了一堆水果 在肚子里面上床睡觉 隔天可能身体就会一直脏气 这样也不太好 甜的水果吃多了 对牙齿会有影响吗 对 会有影响 所以吃完要马上去漱口 或者是不要吃太多 因为你吃太多的话 那糖分一直留在嘴巴里面 造成蛀牙 所以很多小朋友 吃了很多甜的东西 然后又不刷牙 像什么含糖的水果也是 就特别容易蛀牙 还有一些牙周病的病人 吃了很多甜的蔬果 一直吃一直吃 那也是很容易发作 所以这种太甜的东西 不太适合一下吃太多 那吃完要马上去刷牙 我们这一集讲到夏季的蔬果 水果的养生 那水果当然很好 因为西瓜吃完之后很解渴 可是一定要适量就好了 因为有些它真的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这个十节的饮食 我们大家就要节制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大学汉衣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